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 欢迎收看小伙伴们的大观战 来观战一把目前S1的噩梦 胜率还是保持94% 这个胜率怎么没掉呢 操作好就可以为所欲为 机械杂技拥兵心理 阵容挺扎实的 修机也挺快的 上来抓心理的话 我觉得穷者还是有得打的 但这边心理带过去 干扰到杂技的机子 两个人不能修机 其实蛮亏的 不过还好 因为这刀阵容 你反正两个里面只能抓一个 另外一个人也是可以修机的 然后穷者这边正常用兵来救 刀打是不漂亮 很舒服 正常来救两波博命 不过好像这局的话 抓杂技机是没博命 接着也是博命 那两波博命 如果真能套上的话 我觉得穷者也有望 打一个四人开门战 居然打不了四人开门战 我觉得三人开门战能打 看这边的一个击倒了 这局其实比较伤的就是 不断的在干扰本方队友的机子 先是心理干扰杂技 然后杂技这边在干扰佣兵 这样的话呢 机子被打断就蛮亏的了 哎 这边回升 他这边大家注意呢 他玩了一个小细节啊 蓄力 然后藏红光回升过来 打一刀 佣兵这边再传送过来 找到杂技 节奏很快 然后一波跳带走 那机械师的娃娃 这边机子被干扰 然后心理学家 这边也跑过 那穷者的机子 这局要慢很多啊 那这局感觉不好打了 这边交个闪现 直接闪现先打一刀 把你这个移情给耗了 要 因为这样子呢 你就不能给优兵移情了嘛 不能给优兵移情 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救人男 救人男 球者那边想要救人 就会出现一个 被拦住以后 打一刀传送 要么你就直接 清明底下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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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没有博命的 机械师来救 就会被拦住 等于球者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要不要卖掉这个杂技 你来救 优兵来救 就势必是一个双刀 而且优兵被通缉的 砸了个板子 嗯 机械师过来捞了下来 不过 这个位置捞下来以后 心理学家 在机械师这边 能不能走呢 他走不了 选择换挂 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因为球者整体的机子 太慢了 这个阵容 本来修机是很快的 但是由于这边 并不是一个开黑的 所以说不断地 在干扰自己队友的机子 噩梦这边是选择来 打控场了 你还比如说 正能打 因为球者机子节奏慢 所以说他这边控场 打着打着 只要压住一台 我觉得他就能赢 都不是保平的问题了 就直接能赢 因为这边球者 上挂的上挂 状态差的状态差 已经很难再往后打下去了 这边但凡能击倒 但凡能击倒 这边的心理学家 我觉得就是一个迎面 要不传送一波 可以干扰到这边的机子 可以 那这样的话 心理学家倒地 压住这边的机子 我们来算一下 外面重新修 来不来得及 因为这边压着 这一台大遗产 娃娃这台能修掉 杂技这边能修掉 拥兵这边在补状态 那还可以 拥兵是一个满状态 有薄命 他薄命一套 这边能带走 如果这台机子能点开 穷子还有的打 穷子还有的打 这边状态补上的话 还有的打 看这边能不能打一个双岛了 打一个双岛 我觉得穷子还是不好打 如果不打双岛的 佣兵这边救下来以后 来补这里 刚才修的机子 我觉得穷子是有机会 他直接选择传送过来 找杂技 可以 那这样的话 杂技是个二挂 我就不要了 反正你博命 我也拦不住你 对吧 我不可能打 我一个震慑也拦不住佣兵 然后这边选择过来 那你们没有博命的是吧 我这边传送过来 把这边杂技击倒 抓住一台遗产机 这波传送妙啊 这不仅是操作好 可以为所欲为 这大哥的大局观也是真的强 在这种情况下 找另辟蹊径杀出了一条血路 因为当时那波机械师把人偷了 然后换节奏去打机械师也好 再来抓心理也好 其实节奏上面都是亏的 节奏上面都是亏的 唯有这波选择过来 找到这个杂技 二挂杂技 然后没博命 穷子那边来 你就 救完以后 这边把闪现 他把这个杂技给秒了 秒了以后挂飞 我继续锁这个点 慢慢打去消耗 穷者后面的一个状态和道具 他就赢了 闪现过去 一刀漂亮 你跳我也跳 真的好 这个大局观真的清晰 我上帝视角都还没有 能想到这边要来管这个杂技 他已经是想清楚了 当时我还在想 这边搏命套了 能带走 那机子一搏 打双倒 好像 人拉开以后 穷者也能慢慢的去运营 慢慢的去磨 诶 这边传送过来 真好压住这样的异产机 再穷者外面修就不太够了 对于博士 对于这个噩梦来讲的话 他干嘛呢 慢慢的去控场 然后慢慢的去消耗 穷者道具 把自己的闪现拖出来 开玩战有闪现 击倒一个 挂上 然后封门 传送门 就可以了 这边找到机械师 找到心理学家 那结束了 先倒一个 另外一个状态补起来 可挂 可挂 挂了以后 因为差两台机子 用命一个人修掉两台机子 你那边机子修掉 我这边追着心理学家打 追着心理学家打 心理学家这边被迫要去把这机械师给捞下来的 这边乌鸦先放上 绕绕绕 一刀 好的 哇 这第二刀还给补上了 能传吗 传送CD没有 但是他这边的跳还有 再跳 这边的话 跳是吓到了心理学家 那结束了 结束了 有耳鸣 这边是街市娃的耳鸣 拥兵过来 机子不够 四抓 精彩 精彩 这局打的是真的 非常非常精彩 穷者这边的话 就可惜在 其实 倒地块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这局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机子不断的在被干扰 第一轮是自己干扰自己的机子 当然这个没办法 因为毕竟不是死黑 所以在交流上面会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第二轮就是 博士自己通过乌鸦 锁定这边穷者的位置 然后来进行的一个控场 控的非常的好 精彩的一把四抓 不过这个博士 不是博士 这个噩梦 他好像确实在打法上面感觉有一点点喜欢控场 就比如说开局 对吧 回去多打一刀拥兵 多打一刀心理 就是有的打的情况下 在自己确认能够保证第一轮击倒的速度的情况下 他会尽可能去多打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 叫什么呢 叫他的一个优势打出来 因为你正常去打 诶 显现回来 正常去打的话 其实没那么好打 就你击倒一个人挂上 像这套这种 穷者外面四个人 相当于四个人在外面修 两拨拨命一套 你前期但凡稍微大人慢一点 不控场的话 这个局就是一个四抓 哦不是 就是一个四人开门战 或者三人开门战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边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